干支疫情警戒标准如果升到第三级 除了外出全程都要戴口罩 室外办活动聚会有超过十个人以上的话 也必须通通暂停取消 国内疫情再紧绷 指挥中心不排除近期可能提升到三级警戒 室内五人以上也必须暂停聚会 但如果是企业办公算不算在内 是的那个聚会了 并不是指的就是说 你办公这个这个这个 这五室内五个人都不可以 单周三起群聚或一天超过十例不明感染源 就得三级戒备 营业公众场所戴口罩外也维持社交距离 只保留维生必要性服务医疗和公务所需 其他地方都关闭 但维持社区运作怎么定义 指挥中心解释会是疫情弹性管制 看哪些区域范围内才严格措施 一切看疫情密集度来决定 但已经两起群聚 尤其在新增三例不明感染源 为何还在二级警戒 那以前就是在宜兰的这一期 那跟新北的这一期 那今天三个 三个个别的个案 那还不算是群聚 但是一个不明感染源 白户室内主题餐厅用餐前 十连制记录倒过足迹 公共空间两小时消毒一次 每时接隔出一人用餐区 提前加强落实防疫 上次在白户大型活动已经暂停 但偶尔还是会举办一些不定期的小型室内活动 愿者先把场地移动到固定的区域 尽管现在还在二级警戒 但他们内部也在讨论 是否要把室内的防疫再升级 16例本土病例无疑是疫情升温之际 室内室外公共空间 提早因应势在必行 TVBS新闻吴慧黄晋银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